捷運施工地叫車翻覆 倒在護欄旁整台車已經燒得焦黑 還覆蓋厚厚一層粉末 但警消仍然不敢掉以輕心 仔細檢查就怕大火復燃 警消到場後緊急撲滅火勢 但奇怪的是車子裡頭一個人都沒有 怎麼會撞成這副模樣 車子全面燃燒前 目的者疑似看到兩名男子逃了出來 一路往捷運方向跑去 請問你們有看到那個人 怎麼穿鎖嗎 黑色衣服 黑色衣服 在鎖高的體型 瘦的 然後差不多170公斤 晚間10點多 板橋民生路文化路口 發生自撞意外 一輛轎車從民生路二段 往新莊方向前進 突然失控自撞捷運工程護欄 隨後整台車陷入火海 警消到場立即控制火勢 不過捷運周邊交通 已經大打劫 對 在坐捷運 有點夠小了還塞住完蛋了 民生無話路口 因為捷運施工 本來就容易塞車 現在又碰上車禍意外 公車轎車全擠在一起 動彈不得 警方懷疑消失的駕駛和乘客 可能有酒駕嫌疑 將沿途調閱監視器 追查逃逸方向 釐清車禍主因 記者先回想 溫灘 西密室報道